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夏略哪一個反應將產生白色沉澱物 我們看A選下 大理石加入鹽酸中 大理石它最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鈣 碳酸鈣加那個鹽酸 LHCl 會產生什麼呢? 產生那個 氯化鈣 加什麼?加水 再加二氧化碳 跑出去 這個不會有什麼白色沉澱的 這樣看也比選項 反而會冒泡 氯化被水容易加入碳酸鈣容易 這個就會了 氯化被 加那個碳酸鈣 會有兩倍的食鹽 加上碳酸被沉澱 再我們看吸血相 C選項的話 它說 氫氣在氧中燃燒 就變成水了 這是氧化 OFGO2 變成水 這個不會有沉澱 再我們看第一選項 氯化鈣 加入碳酸鈣 水溶液 這個也不會有沉澱 這個氯化鈣 你加碳酸鈣 水溶液的話 最後通通解離了 不會有沉澱 最後的話 就兩個鈴離子 加氯離子 加上碳酸鈣離子 都是在解離狀態 不會有沉澱 所以會有沉澱的是哪一個呢 會有沉澱這個 其他這個都不會有沉澱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米 在解離狀態